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0年3月5日 工伤在一架破壞车下跌 腰和手受了伤 到现在都在放工伤架 其实手就没什么 手肘有拆伤 带着腰子 今年刚刚6月时 照了慈离共证 就确诊了追加满仪位 现在这份药是半年了 但他本身是没有办法的 你都要签的 他也是逼你签的 因为现在表现就没办法 但实际你这样做 对我们工伤员工来说 是很不公平的 即觉得邮政这样做 其实他已经歧视我 现在我不是自己病假 我是工伤员 现在你主观那边说我 因为没有工作平衡 而做我半年 那你在工伤中 怎么会工作平衡呢 完全是完全不合理 我觉得这个 我们认为部门 就对同事传达了一个很错误的信息 只要同事是因工受伤的 而不能上班的 就有机会逐个短的合约 就是令到同事就好像有个座客 那样受伤 受伤都不要看医生 都不要当工伤去摸 就是阻害同事去报工伤 就是要不被冤构的 也不能在乱擦 我帮我去 今天门来家 接近上晚有个人 那个地方 这也不如 情缝 超大 不复该 自己要 Athletics 最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